博学哥哥 今天我们要来梳理的是 柳逊妹妹呀 今天我们来梳理爱莲说第二部分吧 以下是爱莲说第二段的课文 于味菊花之隐义者也一直到牡丹之爱一乎众矣 就是第二段要梳理的部分 就让我们来朗诵这段课文吧 于味菊花之隐义者也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 以菊之爱桃后贤有文 莲之爱同语者和人 牡丹之爱一乎众矣 好的 柳逊妹妹已经念完第二段课文了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学习重点 第二段段落书里 柳逊妹妹 你来说说活动操作步骤 好的 我们今天呢 这一部分的活动操作步骤 主要是以理解难句和换句话说为主哦 好的 我们已经宣布完主词了 现在呢 我们来理解难句 文言句子是由文言词按照一定的文言句式组成的 我们主要在于对文言词意和句式的理解有困难 我们已经理解这一段的难词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厘清这一段的宾语提前的难句 宾语也就是受词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有哪些难句需要厘清一下 分别是橘之爱 莲之爱 牡丹之爱 基本上我们的句型以叙事句为基础 凡是叙说一件事情的句子就叫做叙事句 又称叙数句 叙事句呢 是以一个动作或行为的动词做中心 这个动词称为术语 发出这个动作行为的人或物叫做主语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主词 接受术语动作行为的人或物 我们称为宾语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寿词 好的 它的基本句型如下 先是主语再加上术语再加上宾语 好的 汉语叙事句多数是主语加术语加宾语的顺序 也就是主词加动词加授词的顺序 不过呢 古代汉语有时为了强调宾语 会把宾语提到术语之前 而且呢 在提前的宾语和术语之间加上结构助词 例如 知和事 我们来看一下 那 菊之爱这个难句 它就是宾语加结构助词加术语的难句 好的 我们已经知道菊之爱是宾语提前的难句 现在呢 我们要想办法还原 原本的句子是怎么样的 好 我们基本的叙事句呢 是主语加术语加宾语 现在我们要把菊之爱还原成这种叙事句的句型 首先我们把结构助词之拿走 好 菊呢 是宾语 爱呢 是术语 我们让它回到它的位置 那这句话没有主语 所以我们把主语先移开 爱菊 我们指的是主词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加一个者字 代表的人 因此菊之爱就等于爱菊者 现在让我们来菊一反三 请同学还原莲之爱和牡丹之爱 莲之爱等于什么呢 牡丹之爱又等于什么呢 好 我们来揭晓答案 莲之爱就等于爱莲者 牡丹之爱就等于爱牡丹者 好 看完了理解男句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换句话说 理解男词和理解男句后 请同学试着用自己的话换句话说 说出每句主要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出每句重点 柳树妹妹 在换句话说之前 你可以先用白话重述课文内容吗 博学哥哥 就让小妹来试试看吧 好的 我就试着来说说这四句话的翻译 第一句 从余味一直到莲花之君子 折叶我的翻译是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影视 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 莲花是花中的君子 第二句则是 哎 喜欢菊花的人 桃渊明之后很少有传闻的了 第三句则是 喜爱莲花的人 像我一样的还有谁呢 最后一句则是 喜欢牡丹的人 应当是很多了 以上是我针对这四句话的翻译 接着我们就来试试看 换句话说吧 柳树妹妹 你来试试摘要美剧重点 我来试试看吧 与为菊花之影异者也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 摘要如下 作者呢 把菊花比喻成影居的人 牡丹比喻成富贵的人 把莲花比喻成君子 这就是我的换句话说 第二句 以菊之爱陶后贤有文 我摘要的重点是 喜爱菊花的人 只剩陶渊明了 第三句 莲之爱同余者和人 我摘要的重点是 喜爱莲花的人 大概只剩我了吧 最后一句 牡丹之爱一呼众矣 我摘要的重点是 应该有很多人 喜爱牡丹吧 以上是我针对 这四句话的摘要重点 也就是换句话说哟 柳树妹妹 有关爱莲说 段落梳理三 我们就梳理到此 博学哥哥 接下来我们 柳树妹妹 我们来回顾学习重点吧 爱莲说 段落梳理二和三的学习重点 第一段句 第一段句 第二理解难词 第三宣布主词 第四理解难句 第五换句话说 以上是爱莲说段落梳理二和三的学习重点 博学哥哥 今天你要上的课是 柳树妹妹呀 今天我们来统整 爱莲说第一段 就让柳树带着大家回顾 爱莲说第一段课文 以及接着说明 我们要做什么吧 爱莲说第一段的课文如下 从水露草木之花 一直到余独爱莲 出于你而不染 到不可泄完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重点 第一段段落统整 我们分为以下两个活动操作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摘要段落重点 第二个步骤是 表格统整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 摘要段落重点 将文章段落中 琐碎细节去除 保留重要资讯 可帮助阅读者 归纳和整理主要内容 柳树妹妹呀 我根据爱莲说第一段 来问你一些问题 引导你摘要段落重点 博学哥哥 有了前面段落说理的基础 我想我可以试着 摘要段落重点哦 好的 我就先问你第一道题目 为什么在第一段中作者对莲花做那么多描写呢 我想是因为这个答案吧 是为了说明莲花那么被作者喜欢的原因 好的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啦 请同学说说第一段主要在说什么呢 柳树妹妹你来试试看 经过前面的段落梳理 以及现在第一道问题之后 我想我心里有个谱了 这一段主要是在说 陶渊明喜欢菊花 世人极爱母丹 唯独作者周敦仪喜欢莲花 因为莲花有众多特质 柳树妹妹呀 我们摘要段落重点后 接着要做什么呢 博学哥哥 我们接着要用表格统整内容了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表格统整内容的意义 表格统整内容 因为我们要将知识内容 以及学习内容 统整起来 所以我们要用表格图表 概念知识 做一个完整的统整 好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表格 可以帮助我们统整概念知识吧 第一道问题如下 作者在第一段文中提到 值得喜爱的花很多 请找一找 在第一段文中 他举的哪三种花为例 哪些人分别爱这些花 好的 我试着来回答看看 在课文第一段中 出现的花有菊花 牡丹 莲花 喜欢菊花的是桃渊明 喜欢牡丹的是世人 喜欢莲花的 则是我 周敦仪哦 好 我们接着来问第二道提问 帮助大家用表格统整内容 请找一找 作者提到莲花的哪些特质 那我们先来看看课文 哪个部分是讲莲花的特质好了 哦 原来是第四大句 第四大句呢 主要是在讲莲花的特质 好 找一找之后呢 我就把莲花的特质分为以下七项 第一个特质就是出于你而不染 第二个特质就是酌清莲而不夭 第三个特质是中通外职 第四个特质是不漫不知 第五个特质是相远亦清 第六个特质是停停静止 第七个特质就是可远观而不可卸完 柳婿妹妹的七个特质都找到了 好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提问 成上题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从不同面向来描写莲花 请试着完成下表莲花特质的分类 柳婿妹妹你来试试看吧 好的 没问题 我来试试看 好的 我把莲花呢 分为四个描写面向 那就是四个分类啦 首先是环境与状态 我的原文分类是 出淤泥而不染 着清淋的不妖 淤泥就是环境 不染就是状态 举一反三 清淋也是环境 不妖就是状态 接着第二个分类是 外形 就是不漫不知中通外直 就是莲花的外形咯 好 第三个分类就是莲花的气味 没错 就是相远亦清 第四个分类是 我选了两句话来总结全文哦 它是特色的总结 就是亭亭静直 以及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焉 因为呢 亭亭静直 盖刮了前面的出淤泥而不染 着清淋而不妖 亭亭呢 就代表不漫不知中通外直哦 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焉 也有盖刮气味相远亦清的意思 好的 柳婿妹妹 你再思考看看 有没有其他分类呢 嗯 我想了 应该还有以下这些分类吧 好 我把它分得更细了 我总共有 123456 6个描写面相的分类哦 首先是生长环境 原文就是 出淤泥 灼青莲 接着呢 是莲花的态度 因为它生长在 污浊的环境中呢 却不染 生长在清洁的环境中呢 却不妖 这就是它的态度 接着是它的外貌 我分为 不漫不知外直 还有亭亭进直 那中通应该属于什么呢 哦 它就是莲花的内在 接着就是气味特色了 当然就是相远亦清 最后一个呢 我分为欣赏态度 就是人们对莲花的欣赏态度 就是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焉 以上是我对莲花七个特质的分类哦 好 接着我们来进行表格统整的最后一个关键 请你想一想 这些有关莲花特质描写 分别象征了哪些君子之德 柳迅妹妹你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吧 爱莲说呢 在第一段 它有七个莲花特质 分别是出淤泥而不染 酌清莲而不腰 中通外直 不慢不知 相远亦清 亭亭静直 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焉 好 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七个莲花的特质 分别象征哪些君子之德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出淤泥而不染 有同学联想到的是 洁身自爱 不同流合污 因为出自于淤泥却不会受到污染 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哦 酌清莲而不腰 同学想到的是 不张扬不炫耀自己 哦 我知道 是不是从不腰来联想的呢 很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中通外直 这个必须要分为 中通跟外直来联想君子之德 中通呢 我们想到君子通达事理 外直呢 我们想到他的行为 或是个性很正直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不卖不知 联想到的君子之德呢 就是不巴结他人 也不攀权富贵 因为莲花呢 不长藤蔓 也不生枝芽 所以就有象征 不攀权富贵的意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相远异清 有什么君子之德呢 应该是跟时间久有关系吧 对了 他是指的君子呢 时间一久 品德更加令人敬重 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二句 亭亭静止 他有高杰毅力 坚守节操的君子之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可远观而不可谢完焉 他的君子之德 就是形容君子 态度自重 不被轻蔓 嗯 对了 卓青年而不腰 还有这样的君子之德 那就是不装模作样 不逢迎于人 因为腰呢 有不妖媚于世的意思哦 哦 柳旭妹妹 你的答案非常的多元 也考虑非常的周大 到此 我们已经统整完了 爱连说第一段了 就让我们来回顾 学习重点吧 柳旭妹妹 好的 就让我们来回顾 爱连说段落统整一的学习重点 一 张要段落重点 二 表格统整内容 好的 柳旭在此跟大家道别咯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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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鸽 那儿